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今天的稳超胜见节目 那当然今天的行情延续昨天 连续两天都是小涨 但是距离目前为止的封关 大概还只有三个交易日 在这个三个交易日里面 这个行情比较容易集中 也就是投资本们你可以利用 接下来这个礼拜 这个三个交易日里面 你可以选定一档股票 选定一档股票 那领先股里面 可能你的选择是对的 这三天可能做当中 就有机会赚到10% 这是短线的一个做法 那如果说你的未来是看得很远的同时的话 那当然这个礼拜布局成功之后底部起涨了 那你的股票就有机会延续到元月份的一个行情 再加上封关 对不对 还有新春开红盘的行情 我相信其实一年里面 这个行情是延续的 也就是最好做的 最好做的 你千万不要说 认为说老师昨天 这个成交量只有多少 只有很低 那今天成交量又开始放大了 那未来的话只要成交量 成交量只要稍微放大的话 这个大盘它会出现长红K棒 这个就是元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 重点就在这边 那你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袖手旁观 认为说这个大盘好像没有行情 这种看法上面就是说你会太主观 太主观的话就会赚不到钱 那当然你今天消息面的话 告诉你两个消息 你一定要注意 国安基金的部分 它不排除未来这两年 从它开始互盘 可能到这个 对不对 它认为可以 对不对 脱离这个市场 可能要两年的时间 为什么 它用所谓的08年 金融海啸来做出个比喻 其实08年的一个金融海啸 很多的一些分析师 可能连执照都没有拿到 他们也不具有任何的一个资格 来谈到上次08年的一个金融海啸 上次的情况是 每天只要一开盘 大概都会跌个300点400点 严重点的话跌个600点 尾盘稍微拉一下 大概大跌个10天 谈个一两天 这个地方的话 连卖都来不及卖 台股现在有出现这种现象 没有 但是我们的国安基金 它已经开始在做预防的动作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另外行政院 目前为止的话 当然我们疫情 现在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它研究了一个方案 就是说疫后的一个部分的话 它要振兴所谓的台湾的一个股票市场 我认为你这两个消息 你要稍微的要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为止台股 面临到所谓的最重要的这两个课题 至于说国际面的部分的话 FED的一个部分 你一定有看到美国现在通膨 它还升不上去 升不上去的话 未来就会降下来 那美国已经连续升马升了 17马 那你看我们中央银行 这个月才升息半马 英国法国的话 大概就升息两马左右 所以说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目前为止都消除了 还是要回到一个重点 也就是消化库存 像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 电子股要消化库存 对不对 那有一些股票是不需要消化库存的 你如果说你换个方法去做这些 不需要消化库存的 那你就会找到未来的一个商机 就像今天的一个盘式 早上的话开出来的盘叫一点高盘 一高过高 尾盘的话是上涨43点 那当然这个未来行情 距离封关还有三个交易日 这三天的话 严老师先助你大赚 只要你敢出手的 买对股票的 这三天的话应该 最少有10%以上的行情 但是进入到下个月 这个行情就会跟严老师的手一样 越来越大 可能有一些 你之前认为说它不会涨的股票 它都开始动了 但是操作的原则 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追价 也就是区间的一个行情里面 股价它会呈现所谓的震荡整理 有时候你买得太高了 你反而会怕 但是相对的 位阶比它低了 你买下去的话 我觉得你报得越久 你赚得越多 今天牌面上面的主流股 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电子股 电子的一个资金比重 从12月祭底作战 一直到明年的1月 点足够这些很重要 很重要 虽然说生技股还会涨 航运股还会涨 钢铁股可能也会插花 但是真正的重点 要放在这个电子股 尤其是IC设计 因为它们位阶都非常低 筹码比较干净 Q的时候拉的时候比较好拉抬 这是你看老师 老师节目里面必须要告诉你 操作的一个原则很简单 我们这边有顶尖操盘法 第一条就跟你讲 大盘的趋势你要看得清楚 还有它的位阶 总体经济的一个循环 老师这边都帮大家 都整理好了 看准以后再出手 纪律耐心不过度操作 我相信这个都是操作的一个原则 理性看待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尤其不要听这个小道的一个消息 我们把投资当做事业再看 当然这个市场里面 很多人恐吓你 跟你讲每天都要放空 每天都要放空 这个有道理吗 8000点去放空的已经碎公园了 对不对 可能这次要卷土再重来 你不要去恐惧 因为他们讲的话真的是 对不对 都拿报纸来给你看 报纸里面有正面的跟负面的 他永远就是把正面的丢垃圾桶 他永远是把负面的告诉你 所以说这个市场里面 永远有人在恐吓你 你要记得是哪些人在恐吓你 你要记得 到时候台股长上去了 对不对 你告诉他你并不会害怕 至于说你贪不贪婪 我不知道 那你说老师这个大盘好像没有股票可以买 有 只是说看你找得到找不到 这一档股票是跌无可跌的 我先讲 这个开盘加112块钱 跌 对 跌下来 跌无可跌 就跌不下去了 他就上来了 未来会出现很多种这种股票 你不要认为这股票跌下来不好 这档股票跌到真的是很低很低了 他基本面没有改变 他技术面在低档区 有人看好 成交量开始补量上工了 对不对 他就涨上去了 你今天看 明天看 看一个礼拜 看一个月 看到后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 今天虽然说可能只有一根涨停板 未来对不对 你看它慢慢涨上去 会不会翻倍 你现在要找到就是这种股票 人家认为说跌无可跌了 还在卖 你就要进去买 这已经跌不下去的股票 你为什么你不买 另外一种是多头走势的 开盘这边有两个小时 你可以站在买方 都买得到 大概在22块1毛5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个是属于多头排列 多方的 我在节目里面常常跟大家讲 多方多方 到底什么是多方 六日十三日线黄金礁 它占上52均线 量价结构排列的话 乘45度角 乘30度角 乘90度角往上走的 所以说每一种股票 它的面向上面都会不一样 既然面向不一样 那你操作的一个想法上面就必须要更改 我记得有一些老的一些投资人的话 他们心里面都会有一种想法 股票操作的话大概信手拈来 尤其在大跌的时候他们都敢买 一般新手他不敢 一般新手摸底 一直摸一直摸 摸到最后对不对 然后都输光了 老的投资人老派的投资人 经验上面比较足 像这个跌无可跌了 对不对 你说买个10张20张50张都可以买 都可以买 跌不下去的股票就是一个最大的利润 它基本面没有改变 那这个叫多头排列的股票 胆子大的可能买个10张 10张 10张没有多少钱 20几块的股票 有人胆子比较大买个20张 这种股票会不会涨 我们就慢慢的看 台股里面其实掌握趋势 掌握这个转折 对不对 大盘现在修正我觉得是差不多了 在这个地方过年 对不对 基底做账 很多一些公司必须要把账做上去 要把自己的股票拉上去 再加上原业行情 资金的动能非常强 大户的中石户都会进来 三大法人也会站在买方 那接下来三月又要再做账 四月又要股东会 那只是说你买股票 你能不能买到主流股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人家说什么 生机类股不会涨 对不对 我认为还会 但是你要买得够低 这是大疆 我说你布局才能收割 这个也是大疆 那今天的大疆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今天的大疆尾盘拉上来 尾盘拉上来 那你买这张股票 最好的一个时机点 其实就是在底部 好不好 底部 对不对 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说它好 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说好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修正的 每天跌每天跌 不会有人说它好 等于涨上去了 涨到这边了 大家就说它很好 拉回来又说它不好 等涨上去了 每个人都说它好 股票操作我跟你讲 短线加上长线 这个很重要 短线跟长线来配合 对不对 我刚刚有跟大家讲 有些股票它是没有库存的 老师你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是做电子商务的 91APP 他没有库存 他库存压力非常小 他今天货进来了 然后就卖出去的 他需不需要去生产 不需要 我订单大概 对不对 300个 那我就叫个大概400个 对不对 我万一我卖多了 我仓库里面还有100个可以卖 他不会就傻到说我去买1万个 我来慢慢看 万一卖了500个 万一卖了5000个 仓库里面还放那么多 不可能 所以这种股票是没有库存的 你的老师不会跟你讲这个 91APP它没有库存 只是说它成交量比较小 你买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流动性的一个风险 这天跟你讲拉尾盘 这天跟你讲拉尾盘 今天表现还不错 今天很奇怪 都在拉尾盘 都在拉尾盘 连续拉 奇怪 这个集合竞价 对 有些股票这很好玩 对不对 趁你不注意就拉了 这个趁你不注意就拉了 对不对 这个股票你说能不能赚得到钱 不到100块 这边100块钱以下 对不对 现在涨到这样子了 快要翻倍 对不对 我这样讲 对不对 当然我认为这三天以外 这个行情进入到元月份 很多大小的股票都会涨 因为现在成交量不足 所以投资人 你要特别要留意一下 我今天正式的告诉大家 现在的话还是走多方 连老师的看法没有改变 只要你找对股票的话 应该都赚得到钱 就像你之前操作这个生计类股 你就找那种 潜伏底的 形态开始往上走的 买得越多你就赚得越多 强身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不用再讲了 但是你该卖就要自己去卖一趟 好不好 强身 四七四七的强身 这讲很久了 短线上面有拉回 你还是要站在买方 昨天还亮灯 涨停板 涨太多了 拉回休息一下 这南光也是一样 是不是 这个一次下订单 一次性 三年的采购量 你看到股价每天涨 每天涨 你要提早买 不是看到节目在买 还是有人跟你讲很好 你才去买 对不对 我昨天有没有提醒你不要追 有吧 有不要追 对不对 这边创高了 对不对 先卖一趟 我们都是先提醒 12月23号跟你讲 不要追等拉回 不好意思 这天还在创高 但是不要叫你去追的话 这是严老师的看法 你涨太多的股票 你根本不用去追 很多的生计 松烈药也是一样 对不对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开始涨了 大家都去追 严老师反而跟你讲说 你要先卖一趟 亚伯也是一样 今天拉回幅度比较大 对不对 反而就是一个上车 最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老师 现在跟大家讲的话 你要听一下 那当然马上就要进入到 下一个年度了 我对下一个年度 台股的一个看法 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个股差异性会非常大 你买了好的股票 直接上天堂 直接上天堂 尤其是大户法人 这个中石户 他们索码的股票 他们股票不只涨一倍 涨两倍 涨三倍 涨四倍 五倍 十倍 都有可能 但是有些股票 基本面好 明明在底部 但是它就是不会涨 对于这种股票的话 我跟你讲 你要稍微要闪一下 你要把资金放在领先股 你要把资金放在 有人照顾的股票 你知道吗 我这样讲你应该懂意思 股票有人照顾 跟没人照顾 这些差这么多 我们也不要讲什么内限 股票市场里面 有内限的通通被抓去关了 讲内限的可能都骗人的 对不对 当然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消息 很重要的一个消息 也就是说台湾的股票市场里面 剩下三天封关 再加上原业行情 那当然明天 我会准备进场一档股票 如果说你今天你有兴趣的 只要你有兴趣 那我们就来共襄盛举 如果说你没有兴趣 那没有关系 明天我在节目那边跟你验证 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今天直接把电话拨通 先完成登记 你登记你的姓名 联络方式电话拨通了 那明天我们就有专人 直接通知你是哪一档股票 买在什么地方 什么样的价位 我让你来验证一下 机会只有一次 你就好好把握 那今天老师最大的诚意要168 所有的会期从2月1号开始起算 全部都升级VIP 这个就是严老师最大的诚意 我希望说一年一次 你就好好地把握一下 等一下电话记得一定要拨通 明天要进场的股票 我们直接会通知你 还没有扫描QR Code的 直接扫描 完成登记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明天早上一大早 重要的股票 我们就会通知你 打电话进广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文明头库严分析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增幅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进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住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哦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目前为止 这个量缩整理啊 那投资人对这个大盘信心上面不是很足啊 但是严老师必须要告诉你 你不要说等到这个大盘啊 真的跟严老师讲的一样 这三天开始崩了 元月份的行情开始启动了 那又有一些利多销区跑出来 这个时候你在进场 我跟你讲 你就落开了 你知道吗 趁着这个大盘啊 现在这个还在整理 别人都不敢买 你赶快买 不要去看那个报纸 这个报纸跟你讲 坏消息很多啊 对不对 好消息他不会报啊 有好消息 那个对不对 那个写报纸的人自己就跑去先买了 等他先买之后 他才跟你讲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那你往往就去追嘛 现在他一直跟你讲坏消息坏消息 对不对 他自己想要买他才会跟你讲 这个地方都是坏消息 对不对 有人买股票天天输 他就跟你讲说赶快去放空 对你放空放了这么久 你有拿哪一档股票给大家看 没有嘛 我觉得没有嘛 当然有些放空的老师 他会拿一些证据给你看 那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对他有做嘛 他就拿给你看 我最看不起就是说 这没有做的 每天在那边吹喇叭 很热闹 每天都跟你讲拜登怎么样 川普 对不对 然后最后才跟你讲 泽伦斯基怎么样 泽伦斯基有在玩股票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我觉得讲那个很好笑 我就直接斩钉截鞋的告诉你 第一季 第一季 这个标股在什么地方 今天IC设计有没有开始转强 立即有没有涨停板 系统有没有涨上来 金星科 天狱 联勇 有没有开始动了 它是属于一个类骨轮动 军工类骨有没有跟你讲 你认为军工类骨会不会涨 它没有库存 你说这合成它有库存吗 每一支股票都是潜伏底 直接供上去 八贯也是一样 潜伏底供上去 雷虎兄弟也是一样 对不对 对 航运类骨 近前都输质 去买的全部都赔 你不要骗我 那你现在去买航运类骨 对不对 有没有机会 你认为有没有机会 买长龙 还是买阳明 还是买万海 我不知道 你自己看 你说它涨很多吗 你说它涨很多吗 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你会认为它涨很多 板卡 也是一样 都是底部开始起涨的 这是IC设计 对不对 联发哥之前带你做过 环球金也带你大赚 普瑞 底部开始涨了 我跟你讲 未来还有很多这种股票 你现在要找的股票很简单 来记得 你找到一档股票 未来会发动的 大户中实户在里面的 你看准了以后直接中压 一档就好了就能够反败为胜 就那么简单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话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或是扫描QR Code的 所有的会期从2月1号开始起算 全部都升级VIP 这个就演讲是最大的诚意 2月1号开始起算会期 全部都升级为VIP 对不对 等一下你电话赶快播好不好 还没有扫描QR Code的 赶快扫描 扫描成功以后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明天有一档股票点出够的 底部开始起涨的 我让你先赚 赚到钱之后你就有信心 还没有扫描的 还没有打电话的 等一下赶快把握机会 机会非常非常难得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靠早出门天啊暗 寒露过后风变凉 日子已经到处了 一年趟天没休息 总是等到收盛的时候 无论在餐厅山顶海面 我们都希望看水赢得多钱 更加感谢上天的疼痛 让我们风吊雨伸无贼人 如果开车 我们都外国效果 到复苟保里达 明天才开车 保里达兵 文明头库 严分一失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 增幅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儿 看到哪儿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 为您解析 扫描QR Code 订阅台股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 还记得 全世界最美的声音吗 后来 她会自己走进幼儿园 她开始有很多